近日,杨子工作室分享了他身穿白色衬衫搭配破洞牛仔裤的照片,显得青春有活力,精神抖擞。 而在另一组照片中,杨子则穿着白色花朵长裙,擦着凌乱的丸子头,展现出美丽又苗条的身材。 尽管这组照片在发布后因为镜子倒影未修引发了一些争议,但粉丝们纷纷表示支持,认为这只是修图的小瑕疵,并不影响杨子的整体形象。 杨子以简单的装扮亮相大长腿成为亮点,他自信的气质在镜头下尤为抢眼,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 这两组照片共同展示了杨子多变且吸睛的时尚风采,杨子工作室还发布了杨子酷萨一面的照片,戴着墨镜的他看起来非常帅气,而换上另一副眼睛后又立刻变得知性优雅。 这些照片展示了杨子多变的风格和驾驭不同造型的能力,杨子身着西装展现出其成熟稳重的一面,不仅吸引了粉丝的目光,还因其专业形象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。 杨子,本名杨尼奥,是中国内地的一位知名女演员,他凭借在多部电视剧和电影中的出色表现,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深刻。 杨子的演艺生涯起步较早,他凭借在青春校园喜剧片《女生日记》中的表现提名了第十二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儿童演员奖。 随后,他因主演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中的下血一角而被观众熟知。 此后,杨子的演艺事业一路高歌门径,他主演了多部热门电视剧,如《手术人》、《花飞花物飞物》、《战长沙》、《龙珠传奇之无间道》、《香蜜沉沉静如霜》以及《亲爱的热爱的》等凭借精湛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,赢得了众多粉丝和业界的高度评价。 在演艺事业上,杨子不断挑战自我,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。 他的表演风格多变,既能够演艺清纯可爱的血身形象,也能够驾驭陈述稳重的职场女性角色。 他的演技得到了业内的广泛认可,曾获得多个奖项的肯定,如第26届华丁奖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《最佳女演员》奖本。